给大家带来三场八人军场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今天这三场的话 还是我们自己的主持久啊 当然 今天这三场的话 已经是有些过了好久了 那么 看一下吧 第一局可能还行 后两局的话就马马虎虎了 而且可能有一些 错误 我们待会再看一看啊 那么第一局主攻 孙笨 我们是一个五号位的大反贼啊 那我们这边的话 反贼选一个 换来换去啊 都是一些废匠 都是一些废匠 那么最后选了一个李儒 那么李儒一般作为反贼而言的话 可能也不是太理想 因为你毕竟大招在那边的话 有的时候开不出来 不是特别好用啊 不是特别好用 那么看看这一局啊 竟然是怎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主攻上来的话 直接开一个南蛮江东小爸爸 南蛮操一波 那么这里的话 王毅直接选择了吊血八主攻啊 应该是反贼啊 应该是反贼 那么貂蝉要出杀 我们出杀 后面的话 那边的话 厂商匠面的话 应该来说啊 像大嘴可能偏内奸一点 而且这种局面啊 这种局面很有可能啊 又不是小胖的话 如果你作为小胖局选大嘴 可能还有一线希望 大嘴选在这边反而偏忠诚一点 毕竟LV一开的话 都有可能送主攻直接觉醒呢 江东子弟 江东子弟 何惧 自由啊 那么又一个大反贼 而且是 哎呦 这是跳中啊 跳中 那么这里的话 肯定是跳反的 那么刚才火攻直接打无限 那么我们这里 肯定 选择 注意啊 而且是一个借刀掳人 这张废牌啊 肯定直接扒大嘴的牌 一个控住之后 然后紧接着他摸牌的啊 也是控的他一张大嘴牌 那么由于场上有王毅在的话 大嘴的发挥空间啊 这样就整体而言降低了 所以就不虚了啊 那么他开一个难买 我们直接出杀 全都去死吧 哎呀 这刚才王毅撩的也是撩的 不准啊 还留了两张红头 那么最后一击 我们直接闪掉 直接闪掉 那么场上的话 那边春歌就看春歌和周泰 什么尿性了 那春歌这里也是反了 春歌也是反 那么春歌反注意啊 周泰刚才这边被撩到之后的牌啊 周泰没有发动奋机 可能就偏内津一点啊 他如果作为啊 忠诚的话 应该来说啊 这个卖血 应该是卖出去的啊 最后的话 反正你大嘴打工吗 你要打工 打不死我周泰 忠诚啊 你打工 主攻直接觉醒 是吧 就是这种状态 所以的话 应该来说啊 周泰偏内一点 偏内一点 然后王毅的话 这个木马啊 这给的 这给的不好啊 这给的不好啊 那边的话 龙民下一回合直接屯田 顺手雷啊 为什么要给我们呢 不如给春歌呀 那远位他也顺不到 那他这个地方直接想的是万劲啊 让我们出神 这样就这样吧 但是还是木马丢了呀 还是木马丢了 那么这样保我们一血之后的话 王毅吃个桃 最后秘器 秘器给人啊 不要留在手里啊 给我们 又给了我们 而且是个属性杀呀 给春歌多好啊 你这样的话 当然啊 放在我们手里 农民那边想着去顺貂蝉了 不会顺我们这边 然后再来 吸一吸敌军 那么最后的话 吃桃 再吃桃啊 吃桃再吃桃 木马装起来 流出去 诶没有洞啊 没有洞 这是什么鬼 那么这样的话 也没能搞定貂蝉啊 只是回血回起来之后 貂蝉一个大碧月 那么我们这里 摸到这个铁锁 那么你说这个铁锁 如果锁上主攻跟周太的话 尽量不要去锁 尽量打一个保险牌 我们这里把铁锁 直接用黑锦囊灭气 八农民啊 剩下一张牌之后 王毅那个地方 肯定又可以控他娘鞋 大嘴稳的是空城状态 这个大一开 农民你不死也得死啊 那后面王毅这个地方 起至少一张牌 农民你还是死啊 死了是吧 那么刚才如果你说考虑周太跟孙策 这个你考虑进去没有多大的意义啊 没有多大的意义 那样的话可能就是说孙策啊 就掉到一血啊 觉醒状态 最后我们可能直接决策 把主攻带走啊 可能是那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这里打了一手的保守牌啊 保守牌 没有送直接送主攻死啊 没有直接送主攻死 那么这里是利用一个焚尘 直接把忠诚两中带走 但是想一想啊 如果刚才把主攻锁上 大嘴这里掉两血啊 掉两血之后 掉两血解锁 主攻掉一血 掉一血这个铁锁已经解掉 解掉周太到时候肯定是掉两血 主攻可能还选择掉白银 我们再决策也不一定有用啊 也不一定有用 周太手上说不定还有觉醒牌啊 还有觉醒牌 所以的话刚才还是打了一波保险牌啊 没有把那个孙策跟周太都浪上 都浪上 那么我们求的就是周太 你断杀 然后送不了觉醒 然而还是没能避免掉啊 没能避免掉 那么还好主攻这里的话 没能把貂蝉带走 即使他把貂蝉带走啊 我们这边可能还烧 还有办法打 还有办法打 那么最后这里开一个难门 该走的就走了 这么貂蝉也可以足 我们这边的话出一杀 主攻你如果能杀掉或者救起来 我们最后还有决策补到啊 王毅的话刚才还没有杀过 还没有杀过 所以的话也就不虚啊 不虚 结果直接挂了 直接挂了 那么如果啊 刚才的话再计算 铁锁锁上 大嘴先凉血结算 凉血结算的话 身侧 这样只掉一血 还有凉血 还有凉血的话 周太在那边 肯定是直接掉血 然后主攻 弃一张白银又回血 那么最后再决策 还是送绝血 那样春哥可以补刀一刀 关键还是他们 就是赌他们有没有逃啊 有没有逃 其实刚才如果把孙策搞起来打的话 可能也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还是我们的焚尘嘛 刚才整体而言 占优势啊 不怕啊 不怕 好 那么这是礼儒焚尘 搞死两周的局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 第二局的话 是一个 还是个大反贼 那么我们是一个远外的反贼 这边选了一个 刘邪啊 刘邪 天命之子 主攻依然是江东小爸爸 在那边的话 五五分灯开一波 那么这个五五分灯开出来 也没什么好牌啊 拿个红杀 随便掳一刀 那么场上的话 有二术啊 二术在那边的话 二术组合 怎么破 如果他们是一家的 这可能还有点难打啊 诶 主攻上来就够 二张 无奈江东小爸爸 孙伯福啊 砍下 鲁上啊 砍下鲁上 那么这样的话 一个冰娘 出战的话 吴忠生有开一个 齐铃光装起 砍住 吴忠生有再开啊 再开 过后拆销 这应该是跳反贼咯 那么再顺手拽扬 杀一刀 尝尝我飞刀的厉害 来 拼点 拿一波 拿一波 那么这样的话 过后拆桥 诶 这里直接 打无限应该是反啊 打无限应该是反 这个肯定是怕拆这个乐 那宝宝诶 你这个先 你先杀一刀不行吗 非得浪费这个 先得浪费 非得浪费这个 那么我们这里啊 直接也没给人啊 也没给人 注意啊 主攻这里的话 已经是三血 如果你说给反贼拼主攻 这里肯定后卫的话 忠诚比较多 可以直接送觉醒 虽然贝勒 但是他就可以送觉醒啊 如果二张偏忠的话 到时候又是一波 固震 也不怕主攻死呀 所以这里我们直接选择了 弃牌 没给队友 弃的一手 基本盘嘛 杀闪闪也无所谓 乐不思蜀 也没选择空 空的话 也怕 忙到 也怕忙到 说吧 是忠诚 那么二张的话 主要路神刚才打那个无蟹的话 也不是特别确定 反贼 这下肯定确定反贼 那我们的乐不思蜀 可以下一回合再用 下一回合再用 这一轮呢 我们是打了一只保守牌 没有打击进去 忙兵啊 忙乐 万一二张是个忠诚 是个反贼怎么办 就怕这种事情 那么 现在的话 场上有双制霸 对于路神而言的话 这个发挥能力 应该比较不错 那么主中方面 肯定啊 在这里 主要 主中方面 在这边的话 肯定我们要 以二张为突破 二张不死 这把肯定难打 肯定难打 不要想着突破主攻了 那边的话 解锁 九乳路神 闪 好评 闪好评 神将 你们都得听我的号定 打之吧呀 有K点 K点闪 两闪 两闪一杀 那么二张气牌 孙策的话被勒中 主中的话也被勒中啊 也被勒中 那我们下一轮 这个勒不死处 就可以 定点输出 搞的就是你 二张啊 搞的就是你二张 那么 徐胜的话 哎呀 杀二张呀 你怎么杀主攻呢 这是斗逼嘛 二张才是核心啊 你杀主攻 而且杀到凉血啊 这里只要说吧 丢一把刀给二张 二张到时候 直接拿刀 砍主送觉醒啊 这玩的 这玩的 太二了 太二了 顺手赚扬 肯定是我们的刀啊 是我们的刀 这样罐石也没了 他竟然不装罐石砍啊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可以决斗一下二张啊 可以决斗 二张的话 那我们出杀 看你有没有啊 那剩下的牌 勒不死属空一波 最后 注意啊 我们的牌是 九糖闪 而树大爷那边有 连弩 所以我们这一个 拼点之后 一个呢 把 让路神啊 把自己的手牌 空掉 所以他的话 最后注意啊 看他拼了杀 那么手里就剩下 桃 九闪 所以我们这里肯定是 送他连影的 送他连影 而且这里 连弩在这边的话 我们要保他呀 要保他 那么这一波 连弩能扛下来 就应该来说啊 还能打一打 还能打一打 再杀一刀 不好意思 有闪 C又拉拉 你还得弃牌啊 玉玺在手 天下我有 那那边的话 结果弃了无息啊 这个勒不死牌 来杀一刀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顺手债啊 来个连弩 借刀鲁人啊 借刀鲁人也可以的啊 那这样没有杀了之后 呵呵 再借刀鲁人 也可以啊 也可以 那么那边的话 寒冰 连弩 神将 信仰 走起来 看看有没有走起来啊 哎 好平啊 没有卡住 那么神将啊 那么关键 这一波啊 还是我们给的好 给的好 如果这一波 你不给路神啊 路神肯定就贵了 手里刚才还有杀 卡住连银 那么给他一个 密罩大拼点之后 一个清了连银牌 二个就是防连弩了 防住了啊 防住了 那么这一个防住之后 主攻啊 这里也没有觉醒 可能还好一点 哎呦 杀一刀 这 这什么牌啊 不是闪 然后手里还有 是刘的杀 刘的杀你刚才 为什么不出树达也 这刘的 难道无蟹 不懂啊 不懂啊 卡住了 竟然卡住 你赢了 那边的江河霸主 何惧之有 顺手赚扬 顺一波 顺一波 然后的话 这边腾甲挂起来 无蟹的话 没舍得啊 给出去啊 一张牌 你给队的话 对队玩意的话 也不是太牛逼的 结果我们无蟹 虽然啊 一想啊 这还能保一保 结果啊 这又继续 人家继续无蟹 这里还继续掏决斗 这手里什么吊牌啊 什么吊牌 决斗 这一个万键啊 这一个万键 没舍得开 没舍得开的话 这个也没有办法呀 这个不够有魄力啊 不够有魄力 他可能想打保险牌 然而这个就是因为 这个不够有魄力之后 万键没开出来 卡住连移 最后啊 被掳死 他刚才如果要开的话 主攻可能也要觉醒啊 觉醒之后的话 其实觉醒就觉醒呗 觉醒之后我们就定点密罩 让他们打主攻啊 这很简单啊 这很简单 不用多想 那边的话 黑杀 只能杀那边啊 只能杀那边 然后的话 把主攻挡到一血啊 挡到一血 这个时候已经病急 乱投一 乱搞一戏了 乱搞一戏 徐胜的话又开一个南蛮 南蛮主攻这个时候有杀 肯定就保啊 保自己了 再杀一刀 收 收了 收了 神将最后一排啊 刚才没能保住啊 没能保住 金香之地 固若金汤 那么前期我们说过是要打二张 后期这里应该是比较简单了 直接拼书吧 直接拼书吧 那么这里给牌有问题啊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啊 这个打的不对的地方 要么木马 跟杀 直接给徐胜 跟主攻拼 要么这一杀 刚才啊 给一个忠诚 让他跟主攻去拼去啊 让他跟主攻去拼去 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压主攻的手牌 然后呢 让他们拼 所以这里啊 比较简单 那么现在啊 我们就看能不能顶住这一波 能不能顶住这一波 那么换了一波牌之后 何距于天下 何距于天下 刚才的话应该来说这里又打错了 应该是直接闪掉 刘腾甲啊 刘腾甲 他要是再杀的话 就看他是出什么牌了 是吧 我们这里打的有问题啊 打的有问题 从刚才的木马 到刚才的这个天命 都是差评啊 都是差评 那么那边的话 又锁锁连环啊 锁上 锁上之后呢 我们这里如果有刀的话 可以利用刀啊 让那个 有鼠星杀 杀一杀徐胜啊 这边的话直接徐胜拼点 然后 就救起来啊 就救 大汉天下 一败入我手啊 入我手 修卢我们 直接掉鞋 徐胜来个桃 哎呀 可以啊 有桃就好评 那么徐胜后面再来一个 大军在此 直接破竹啊 直接破竹 那么现在的话 就看啊 这个主中方面有没有桃 看主攻能撑多久啊 能撑多久 那么徐胜杀一刀啊 破军 可惜啊 这里的话 有人亡 想破人亡呢 红杀又舍不得送 激昂 万剑骑炉 又救起来了 又救起来 陶子救起主攻 那这个地方是要断杀了 断杀了 先开万剑 肯定断杀 那么我们这里 直接决斗啊 直接决斗 孙伯福 这个决斗可以的 手里啊 刚才是明的一个人王 那么激昂啊 送他一排 顶多是一刹 我们这一刹 再出就可以解决了嘛 最后 勒布斯手的话 可以再控一波 勒布斯手控一波 春年给徐胜 让他跟主攻拼点啊 这样的话 应该来说 刚才可以稳一稳 应该来说 即使决斗搞不死 我们也可以 决斗应该是可以搞死的 除非他手里有九刀 因为我们明的 他一张人王啊 但是打的 刚才有几个点啊 打的不是特别好啊 不是特别好 值得反思啊 值得反思 好我们最后一局的话 看一下 这个主攻大嘴军啊 大嘴军呢 你这个 我还是比较讨厌大嘴的 比较讨厌大嘴 那么大嘴局 主攻 我们这里选一个大忠诚 郭佳 卖血杯 这个就毫无疑问啊 那 起手的话 肯定要靠 刷手牌啊 刷一些啊 这个淘酒闪啊 淘酒闪 防一防 那么前期卖 后期直接闪啊 给我翻过来 那么 劈哨总裁 在这边的话 翻来覆去 也有配合啊 也有配合 我们这里的话就看啊 主攻能不能拿下 卖一个一记 有闪自己留着 背牌认给主攻 你去射吧 一记全都去死吧 呼风唤雨 驱雷测电 驱雷测电 全都去死吧 那么零点忘戏 这边也在打啊 这可能就偏 偏这个忠诚一点啊 也偏忠诚一点了 明以洞察 折以宝身 折以宝身 那么九弩 教主 你没闪了 那就直接 咚咚咚 吃便当 造起来 继续造起来 弓箭手 准备 犯禁啊 那么那边的话 继续玩大放逐啊 继续玩大放逐 那么一波射下来 教主的话 CULAL 可以CULAL 那么主攻这个无蟹 打得有点早啊 感觉 我们刚才啊 注意啊 一季我们都拿了牌 所以你这个时候 按照道理 可以放心大胆的来啊 那么这个决斗 把他轻逊片牌到牌队顶 然后再开一个难埋 那道理呢 你直接再开AOE更好啊 再开那个乱击更好 那么继续卖鞋啊 继续卖鞋 陶子柯一个 然后的话 买起来 陆神足啊 陆神足 火攻 撤 打了什么鬼 那旁边两反贼你不打 李典忘记还给你刷牌 曹平在那边的话 给你翻来覆去 啊 是吧 你这这 你火攻控一下 月银跟李典的一血都行啊 这打的什么鬼啊 最后还离线状态 那么过河拆桥 然后的话 直接弃牌啊 我们这里的话 加一 有两张加一两闪 一九 那么反贼想打我们啊 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 哎呦 这里又有难门啊 我们还幸亏 有一九自保 那么这里注意 李典开这个A啊 开这个A 不是不太像什么好人啊 那我们直接给一杀 批哨 直接给一杀批哨 你的 还是我的 而且整个他刚才啊 大嘴在那边卖的时候 他不是很卖力 所以的话 我们直接判定为内金 或者反贼 或者反贼 那么这里你看 直接搞我们的话呢 肯定不是好人啊 皮少刚才给我们打无线 好评啊 不枉我们这一杀 一杀给出去 那么最后 这边啊 再杀一个原因 桃源 磕起来 那么主攻虽然离线状态 但是我们把他救回来之后就好评了 剩下的事情 可能就是这个闪电了 闪电要撒 闪电要撒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除了闪电 其他应该来说 大局一定 这样的话直接阻落 所以大嘴局啊 大嘴局往往的就是说 你如果作为反贼 你的选将啊 一定要把这种将卡用出来 换将卡 一定要刷到啊 董胖 是吧 画熊 国泰 那什么画图 啊 这一类啊 什么 司马呀 流氓赵啊 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各类武将杰甘宁啊 或者说小诸葛啊 这种克他的武将啊 能够防刷牌的防刷牌6 那么你作为忠诚 肯定也要尽全力啊 刷一刷啊 这一局主要是赢了 不赢的话 我肯定也不放在这边 大嘴局 今天这一局啊 最后一局就凑凑数啊 凑数啊 好 今天这三局的话 君真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